台中市街头突然看见白花花的钞票满天飞 民众纷纷停下车来帮忙捡钞票 总共是12万多的现金 那么警方后来呢也找到了已失现金的外送员 他说呢他本来要把这些钱拿去存 结果在这个外送途中急着送餐 一个不小心就掉落了 好在热心民众帮忙失而复得 天上针会掉钱下来 从行车记录器看到 机车呼啸而过 接着大把的钞票 有百元钞 千元钞 五百元钞 跟着满天飞 从另一个镜头再看一次 骑士经过后就像是天女散花一样 钞票跟着洒落一地 钱就像龙卷风这样子飞过去 然后就这样飞出 当时有不少车辆经过都没人发现 好几分钟后才有加油站员工看到 接着有四五名骑士陆续停下来捡钱 远景货报赶到 也在车水马龙的车阵中 一一将散落在地面 以及安全岛上的钞票拾起 算一算总共有十二万多 远景钓鱼的监视器画面 找到了遗失现金的外送员 他说钱是在市场工作赚的 当时原本要拿去银行存 途中有外送工作 急着送餐才会不慎掉落 该外送员称为了赶着送餐 不慎掉落 并感谢警方的帮助 外送员提供机车行车记录器 证明钱是他掉的 失落现金全数找回 但眼尖的民众也发现 外送员当时闯红灯 不过警方表示 此案交通违规并未接获检举 警方也不可利用路口监视器画面 从事交通违规举发 因此不予开罚 接近美容胜券台中报道